已經接通了給魏sir 魏sir今天又再見大家 也帶了很多東西給大家 又準備開飯的魏sir 禮拜二那時候還好地地 然後禮拜五 今天已經不見了一千點 所以觀眾就說 夠低了嗎? 要不需要等村晚伯才再撈東西 剛才上一個嘉賓就覺得 應該都有機會是村晚伯 應該真的會 那觀眾就說村晚伯去到哪 OK 今天就恆子 快說兩句 今天就穿了布利加底 你說再穿 你第一個位置看著前底 一百零四四 那你再穿的 真是Touchwood穿了 那你就黃金比率0.618 那就會是 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二 是啊 正常的這個位置 應該很差嗎? 應該很差嗎? 應該很大部分 我覺得 除非你說有些東西 沒有爆發 不知道 那我就說 正常現在 那個市場 見到的 又或者是經濟數據 反映了出來的 那現在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經濟數據差 所以現在 一萬八千三 那現在 你說再下 再下就應該要 是啊 真的一七六的了 那你說做 可以做的 我覺得 但是 但是有沒有一棍彈一下 下跌一千點了 就是如果做紅的話 總彈一下 才再下 是啊 你都彈一下先 等保力加再下 你說 起碼都一百六一百七才做 是啊 就是力就真的沒有什麼 你說見到他昨天 全日這樣一路按住 按住去沽 這樣 那今天也是 其實都 這三天其實都 都跌了成千點 那你說彈三分一 那 都是一萬八千六 那你說這些位 你去 你去試一下做 那還有因為 一萬八千六 就剛剛就是 黃金比率0.5 來的 那現在穿了 那你就試一下 看它看可不可以 彈回去到附近這些位 再給你機會 去做 那你說現在 現在去搏 就直播率低一點 是啊 好啊 明白了 一萬八千六這些位 看看可不可以上回去 再下方 這個0.618的位 是17692 黃金比率看的話 是啊 是啊 再回去再搏 可能就是176 是啊 剛才藝sir說的那些位 是啊 好 你好像說 有三條問題想回答一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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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小弟開了個Flex 那麼 剛剛昨天就儲了一千 是 那麼 大贈送 那麼今天反正都要做Fone In 看看大家有些什麼問題 就收集了一些問題 是啊 收集了一些問題 只能夠答頭三條 後面有些答不到 那麼我可能之後就在一個Flex裡面 裡面再答 那麼 這三 即是這三條問題呢 都OK的 因為有些本身我自己都想說的 還有也都在看的 那麼不如就先說了 不如先說了 不如先說了 說了美股的Mark 那個市線 好 然後我就順手回答我這三條問題 那麼 有幅圖的 有幅圖 就是納指的那張圖 就是納指的那張圖 好 是啦 納指雙頂回落 留意項線 14687點 那張 是啦 那張 那 昨晚就見到 就是那個納指 做了雙頂 然後就開始下 這樣 是啦 雙頂又下回來 那麼 明顯地就是因為 那個經濟數據太厲害 那個就業數據太厲害 那昨晚出了小菲農啦 那小菲農就49萬多份 那麼 足足就是那個預期得到 又多 那麼 所以就大家又 就是很害怕會加息 那些東西 然後那個債息就立即飆了上去 那其實昨天我在那個Fresh 都已經出了一條 那麼就說 已經 就是那個債息是已經破壞的了 那麼要向上 那麼看看會不會試回前頂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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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個科技股是有壓力的 那麼 你看到那個納指也是 雙頂下來了 那麼 那麼第一個位呢 其實就不是14687的 那麼 第一個位是14918 那麼其實都近的 那麼 那麼 14918是什麼位呢 就是20天線來的 那麼 那麼留意一下 為什麼這個位呢 就是因為上一次呢 看到14687的時候呢 都沒有穿20天線 那麼 那麼 所以呢 如果你說正常調整 20天線是一個重要的防守位來的 那麼 那麼如果 不穿 那麼就很正常啦 那麼就是 繼續後市就會再 再向上了 那麼破位 那麼再向上 那麼如果你說穿了 那麼就向下 那麼要看呢 就看14687 那麼 14687這個位呢 就是雙頂 那麼 那麼 如果你說這個位 再穿的話呢 量度 就 最基本 最低消費 就是144點 嗯 144點 如果穿了這個位 14687這個位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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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可以留意一下 那麼兩個位呢 14918 14687 這兩個位 那麼向上就 那麼當然 要看回之前那兩個頂 因為這兩個頂 其實真的很漂亮 做得 基本上那個點位 是相差10點不到 嗯 那麼 那麼留意一下 就做雙 就是為什麼會雙頂呢 就是因為你看到那個RSI 已經做了頂背遲了 那麼 那麼所以就沒有什麼力在上 所以暫時 要調整一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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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個人估計呢 就是橫行消化超賣的 橫行消化再上 是啊 就是 對啦 消化完再上的 那麼 那個位大約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他在 152至146這些 這六百點那裡 就是在那裡磨 磨一磨 這樣 然後消化完再再上 那麼如果再 對心一點的 這樣 那麼穿了146的話 那就要看萬四 那麼如果你說要做 嗯 昨晚也有人問我做put的 那些問題 那麼 做put 我覺得 你 如果146 穿了才做 又好像不太夠位 啊 因為向下只有幾百點 那如果你說穿了二十天線 對啦 穿了二十天線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是啊 穿了二十天線 少著試一下 試了先 至少你 下了後釘先 然後你再穿二十天 即是再穿一四六八七 呢 才再加 是啊 對啦 會好少少的 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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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二十天線搜到 然後再向上的話 那很簡單 你就前頂站了去 哦 對啦 都可以的 就是拿二三八點出來 去 即是去駁一下 嗯 二十天線 一四九一八的位置 嗯 就比較近 昨晚的低位 因為二十天線 再拉上少少 就應該非常接近昨晚的低位 其實就是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看今晚的飛龍 是的 飛龍如果就是 好像昨晚那樣 小飛龍就是 非常之強勁 真的比起預期 還要是 預期的雙倍 那個就業人數 是的 那如果譬如說 你今晚出來 真的飛龍出來 都是很強勁 大家再擔心多了加息的話 那就前面 就 因為波幅大 那個fix又上了去 所以其實你今晚數據 如果強 令大家加息預期升的話 基本上 應該是插穿昨晚的低位 嗯 對 到時就 到時就穿了天線 那就可能 跟回藝Sir的部署 也可以 嗯 好啊 下一張圖會想說 是下一張 美國人那張 那張 水錦那張 都好啊 我看到的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這一張 剛剛今早在美股網站上看到的 這樣 說就業很厲害 但是呢 又有另外一件事 是的 但反而又沒有錢 這樣 其實這個情況都幾普遍的 就是大家 保得住這份工 但是穩少了 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是的 是的 還有之前 疫情的時候 又派檢查 又等等 花大了 現在開始不夠錢花了 哦 那要做些什麼呢 就拿些東西去當 是的 這樣 那你會看到 這條線是什麼來的呢 這條線就是Google的搜尋量 就是搜尋什麼呢 就是搜尋什麼呢 就是搜尋那個Porn Shop 就是我附近究竟有哪些是當不好 這個搜尋的key words 就是忽然之間在過去一個多月就爆了上去 這樣 那還要是哪些呢 還要是特別在於在美國的南部 那幾個州份是特別多的 這樣 那究竟為什麼會是南部呢 我自己暫時還沒想到 那又或者可能是有些在墨西哥那些 那些上去都不期的 去做這些事情 可能換美金都不期 那但是這些東西是純粹揣測 那但是 你明顯看到搜尋量上去 那如果好地地 沒有事沒有干 就是 我和你們都不會無法走去找一下 當不好他們在那裡 是啊 所以其實是一個 挺有指標性的一個 就是一個搜尋的指標來的 那好吧 那然後有人問我 究竟有沒有哪些相關的檔普的股票 檔普是有股票的 檔普是有股票的 是的 但是就不多了 那我覺得有人問得不錯 就是可以馬上去看一下 究竟有什麼檔普的相關股 我找到兩隻 那第一隻是FCFS 這隻比較大的 FCFS 這隻是專門在美國和南美洲 經營典檔業務的 是的 然後還有一隻比較小的 那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圖是一般的 漂亮的 大家可以自己 開一張圖來看看 那就是EZPW 這隻小的 圖也是一般的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 覺得這個概念有得炒一下 那我覺得FCFS就會好一點的 其實另外一隻 看到你給那隻 AAN的圖是更好一點的 是的 沒錯 但是它又不是說 正確是一個檔普來的 嗯 這間店很特別 是的 很特別的 那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呢 例如你買一件架司 那你忽然之間 你在水緊 要去量一千幾百元回來 洗一下 當了自己的電架司 當了自己 你首先你把你的電架司 賣給他 嗯 然後你回頭租回他 回頭再租回他 OK 租回他 是的 融資租任 沒錯 就是你可以 他給你 例如給你三千元 三千元美金 但是你租回 即他租回給你 可能是每個月一百元 這樣才算 那你便租回二千九給你 這樣 即是你用這些方法來借 是的 你沒有錢還 你就坐地下 是的 沒有錢還 就被他收掉 是的 你看這些韓劇也是這樣 哈哈 哈哈 OK 當家事 好的 是的 電器都可以 都吊著 電器都可以 你有沒有夾頭髮的 是的 Dyson 封筒 拿去當一當 哈哈 OK 明白 我們看到美國人 其實都是沒有錢的 就算是業數據是強勁的 他們是要花的 即是他們有份工 可能甚至乎有兼職 但是之前通脹上來 跟著之後 其實他們是 又借大了 洗大了 又信用卡債務 但是他們有份工 可以打工 可以賺錢 但是又有些慢慢緊 是的 他們想辦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即是美國現在 都不少基層的人的常態 都是這樣 是的 我聽過你們說 他們都是會 多用信用卡的 其實美國人的話 是的 大陸人就沒有 習慣了洗腳不買腳的 是的 是的 所以這些情況 是很普遍 所以也會有 一些這樣的 即是連傢伙都可以當的 一些店舖 都挺有趣的 AAN 我自己也上去網站 剛才也看了一會 如果你說沒收了 即是 他真的給不起租 然後被人沒收了 那件家具 或電器 他又可以買回去 給別人 是的 他用這個 即是經這個方法 來賺錢 OK 明白 這個現象是魏Sir帶給我們的 沒錯 挺有趣 我想問會否影響之後 那些什麼PCE指數 即是如果沒有人肯買東西 沒有錢 最多 不是 他們是沒有錢 但也要買 他們要吃的 而且他們習慣了洗 但沒有錢 但就找些錢回來洗 而且他們也是這樣洗 或者找些卡回來買 他們也是這樣 是的 他們的取態是這樣 明白 正常是什麼 他們會怎樣 即是他們的消費流程會怎樣 就是有錢當然要花 沒有的話就用卡 用卡 用卡都搞不定的時候 就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要當東西 是的 做多份客戶 已經是山窮水準 真的 好 明白 好 多謝魏Sir給我們這個現象 我們看到 另外 Flex那方面 魏Sir說 他收集了大家幾條問題 然後我們也做了幾張圖 魏Sir也做了幾張圖 想回答大家 會不會想回答 有幫先 你想到港股的有幫 先說到有幫 先說到有幫 有兩條是美股 有兩條是港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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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幫中長線的前景是怎樣 是 是的 這條呢 就真是比較 其實比較難答的 因為中線 你說現在 中線你真的要看回 Fundamental 而有幫本身 第一季OK 因為叫做大陸的復甦 衝勁都還在 去到第二季 就不然之間 整個 就是那個 那個 Narrative就逆轉了 現在變成大陸的經濟不行 那 有幫會不會 對第二季的 那條數有影響呢 因為接下來 都會出的 每一季都會出一個 新業務價值 那個指標 讓大家看回 那去年就差了 那 今年段股來說 因為那個基數低 應該第二季都不會太大問題 但是下半年就可能擔心一點 因為那個 就是大陸的經濟都是 始終是受到 就是 那個經濟是有拖累的 那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 那個加息那樣東西 就會對有幫是有利的 因為始終 就是它是 做一個讚息的生意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 這邊呢 就幫到它 但是大陸那邊的業務 就拖著它 但是又好彩地呢 大陸又不是佔它 就是 不是佔它的業務 超級大 那它都還有亞太區其他地方的業務去幫忙 那又不至於說去到 就是 會忽然間幾成這樣 那我又覺得 所以 這隻東西 你說中線 我覺得 它都是 75元 頂住 應該又不會說很差的 如果你真的去到 75元 都穿的 那下一個支援位 就已經是70 那去到70元 就很便宜了 那我覺得 就可以想起來 好 70元 這樣 可不可以上回九字頭呢 上回九字頭 就難一點了 因為它整條下降軌已經形成了 那今年 其實今年年頭 就是做了一個高位 然後 半年以來都沒有升穿過那條下降軌 那現在那條下降軌去到哪呢 就是那個阻力位 就是82至83元 嗯 見到5月初的時候做過 沒錯 那所以 這個 我覺得這個位都難搞的了 你70 給你77元 撞得上去都是82 82 83元 然後又下來 那所以 你說 有一個這麼明顯的波幅呢 你說我做短線 反而就可以看著這個波幅去做 但是如果你的中線炒 你撥它真的突破向上 你就真的要求神拜佛 大陸的經濟會好些 嗯 還有一件事要注意 我覺得就是 其實它一直有做回購 是啊 但是如果去到那些 黑號 period的話 沒有那些回購盤頂著 會不會其實呢 要向下一陣先呢 是的 那會不會 反過來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會順勢 市油不好 然後下去70邊 就像剛才魏Sir所說的那些位置 嗯 也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它其實回購得 都挺用力的 是啊 都買得挺多 但是都扭轉不了那個 那個走勢 沒錯 所以如果沒有了 就是它回購的 沒有了這個回購的力的話 那可能就會穿75了 那麼75穿了就70元 好 OK 70元這些位置 好 接著左力位82、83 這些位置 嗯 好啊 那我們會看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就是第二隻股 來的了 是啊 好 第二隻股 那是Xpedia 這隻 今天第一位朋友問的 那是這一隻 那是108.3買的 那現在是109個多 其實差不多價位了 那Xpedia 那我也研究了一段 那可能 就覺得暑假的人 應該是會旅行比較多 那 那 所以就應該要買Xpedia 駁它升 那但是呢 其實那個股價呢 就應該是炒前幾個月的 就不會說現在是暑假 然後現在才去炒的 那 那所以你說 是否會受到 受惠這個暑假呢 我就覺得 不是很遲的 那Xpedia 那個優點是什麼呢 就夠便宜 那便宜成怎樣呢 相對於它的龍頭 因為它現在是第二 那第一就是 booking.com來的 那booking.com也有上市的 就是BKNG 是的 那這隻呢 BKNG呢 這個圖是漂亮很多的 就是不是差一兩個區 一兩個區域那麼少的 它是比Xpedia漂亮很多的 一條是長生長有的走勢 那所以 那所以 我自己就喜歡買龍頭 我就會買BKNG的 那但是BKNG 無奈在於 就是它本身是因為 就是它的質素好 所以它本身都是貴的 是的 那買Xpedia就是 就是它不買第一就是買第二 因為第二都夠便宜 便宜過booking.com 就是都幾多 那所以 你說問我買這隻行不行 我說都沒有錯的 那它性價比夠高 是的 那如果你說要買 買的話 那你向上呢 你就看兩個位置 113.5和121元 121元就大了 大了力 因為它整個環區的頂部 就是121元 是的 那要破到這個位置 才叫做正式 叫擺脫下降 走勢 那就向上了 另外呢 順便說一下 就是 如果你看開Xpedia的話 你可以看Airbnb 是的 A,B,N,B 是的 那這隻其實跟Xpedia的走勢是非常近 哦 是的 走勢也是很漂亮的 不是不是 都是一般般 一般般 那跟Xpedia差不多 但是booking.com就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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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是 是啊 其實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為什麼站這麼遠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一些資料 就是因為其實booking.com在做轉型的 嗯 就是你知道這些這樣的 就是Travel Agent 其實它都是 吃個 例如你預訂酒店 那樣 可能酒店就收你2500 但是你跟客戶收2800 那你就賺三千 就是賺三百元 那就是賺這個中間的差價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Xpedia一直都是在做這件事 那但是呢 booking.com現在開始慢慢轉型 就是怎樣呢 就是它呢 是先收了客戶的錢 然後才跟酒店拆回來 反過來 本身就是酒店收了錢 然後拆回那些錢 給那個Agent 龍頭不是有這樣的能力嗎 是的 它是在做這件事 而這件事是對它的cash flow很有幫助的 因為它是先收了錢 這樣對於它整盤生意 它的cash flow 各樣東西都是很有好處的 那所以就 就是為什麼booking.com是貴 是貴在這件事 為什麼Xpedia不可以這樣做 龍頭才可以做到那個耳隔能力 喂 我是龍頭的 喂 你的酒店你要跟我合作 你就要這樣了 我收了錢 才到時賺錢 是的 OK 這個是大蝦細和小蝦細的關係 是的 沒錯 OK 所以觀眾就說 都有用到booking.com 還有agoda觀眾都有用 好 是的 對 就是你Xpedia 你不會 就是你Xpedia 其實它旗下還有些什麼就是Trivargo 是 但是Trivargo 我都很久沒有用過了 沒有啊 Trivargo你猜到有上市 我自己就用日本 因為我真的去日本 哈哈 樂天 是的 是的 或者直接去酒店那裏 如果你懂少少日文的話 其實已經可以了 是的 好 明白 那我們還有一張 還會再回答 我們剛才有沒有說過那個策略 例如剛才說 108.3買 是那位觀眾而已 如果你說我真的想買 如果你說我要買 那幾千買會比較好呢 我覺得就是 你捱近支持位 105附近 105附近 是的 那你就向上就會舒服些 是的 好 好 105先買 接著也有給予阻力位 給了兩個阻力位給大家 這張圖都見到 下一張圖會說到金 是的 最後要說說金 因為之前都有叫大家買 那這張圖 就 我是 我之前推的時候 就再加些東西下去 那 那 那 它本身就破了項線 不過 它五月份就下回來 然後 那之後 那美金一直就強 那它就轉了藥 那由2000元流上去到1900元 那 那 那這隻GDX 那其實呢 就要看回 留意一下技術因素 就 現在是在做一個RSI的底背池 底背池是好的 之前說過的頂背池是不好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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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整個人 method 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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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 先減一半然後再看 如果它一直沒有穿這個位置的話 我就會繼續拿著 有些觀眾說現在先來買金 但是怕不怕因為數據又這麼好 加息又應該會繼續加下去 對金會不利 如果現在買的話是不是不是太安全 其實看你怎麼看 因為上個星期都還在吹 加息周期周力園 其實看你用什麼角度去解讀 亂吹個加息這個東西 因為它都告訴你 就是應該是一次起兩次子的 今年來講一次起兩次子 那現在的市場就大約 就比較多一次 也都是應該這個月會加 那之後什麼時候加就不知道 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 應該已經在金價上 是的 但是為什麼金價會弱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因為 本身美金是一直在103 所以沒有下去 那其實金價就少了一件推動因素 第二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人去了炒Bitcoin 用了Bitcoin去做這個美金的 就是炒這個美金 或者加息周期餘 這些東西就用了Bitcoin去炒 OK 所以就變少了 變少了人買金 那這個就是它為什麼會弱的原因 其實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7月就應該黃金 都是個機會去鬧的 我自己看 因為我覺得其實現在 無論是市場怎樣看通脹 和聯儲局加息 我覺得是高估了的事情 有少少 那應該就是去到7月 因為其實去到7至10月 大概其實就是美國的CPI的一個淡季 往年其實都很少在這個7至10月 那個CPI是升得快的 通常是仿佛的 所以今年是一個好機會 是有機會見到7至10月份的數據 在訪問 那如果你7月的數據 應該就是大概8月中公佈 是啊 那其實你金價 如果大家是高估了通脹 和加息的話 我覺得7月應該是一個 慢慢你見到會金價再下 的話有機會是一個鬧的時間 是啊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OK 好 那都可以參考一下 那如果你說沒有的 那就找位置買 如果好像我這樣 已經賣了 那我就 其實又不是說 不是說坐很多 現在 因為我本身是29個半買 那現在是29元 那雖然就很不值 有機會成本 因為坐了幾個月 那但是 都要設定一個位置 那萬一它穿了 我就先減一下 那所以為什麼我都不覺得 需要減 就是全部沽了它 可能減一半 然後就當自己減了 這樣輕鬆一點 然後看有沒有其他東西買 如果沒有其他東西買 就先坐著Cash 如果它走勢好一點 例如 例如上得到30.7樓上的話 你可以試一下再做 好 OK 好 今都和大家說了 剛才我看到有觀眾問 因為說起一些旅行 有觀眾問一下BA 有沒有看波音這隻飛機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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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B-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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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波音觀眾說 可不可以說一下這隻股 但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貨 上個星期我記得我是講過的 因為之前呢220元 220元的時候 其中有一間的零部件供應商 就罷工 是啦 那罷工今天就放到200元附近 然後就上回來 因為那個罷工完了 這樣 達成了協議 升上去212 其實就 我自己就繼續開了 是啦 這一隻 還有我看著那些航空股都OK 是啦 因為早幾天 雨姐都問我航空股 我給了一隻 你說說美股的航空股好 還是港股的航空股好 你給了三隻 你給了三隻 你給了三隻港股 我給了一隻美股你 是啦 是 B-A仍然是有持有著的 是啦 那就是B-A 那我自己就B-A 是啦 我純粹是買一隻 它是真的會move到道指的 這樣 你說航空股就比較細一點 那要等位 因為有些好的就升了 這樣 那有些比較難的就不要搞了 嗯 是啊 那艾Sir給我那隻 暫時我還未買到 因為就算三大指數 昨天這樣跌 或者之前也有跌過 一早兩天的時候 他也沒有空間給我買 那我便有設定價格 那便等位 是啦 是啦 好 我們再問還有其他問題 問艾Sir 問題不是很多 很安靜的 那我見到有觀眾問 就 2382 是啦 好 我們問問艾Sir 然後艾Sir要去吃飯 是呀 吃飯 看看是甚麼送 2382艾Sir有沒有看法 嗯 行業 整個行業都不行 其實問題是 那這隻東西就 之前都 年初都說了 下半年再看 結果過了半年 一直都 都是在底部那裏 基本上沒甚麼 沒甚麼性格 那 可能會在 甚麼時候呢 iPhone 10 9月份應該出iPhone 15 嗯 是的 你看看8月份有沒有機會 因為8月份他會出業績 是的 那出業績前後 看看有沒有一些 或者他會出 出了刑警未呢 有沒有印象 刑警未 好像沒見到 未出 有可能會刑警 這些 對 如果他有刑警 然後呢 再多多 可能 四五元的話 就可以看看 好嗎 是的 純粹博一下 他會不會是 出iPhone 15 之前 可能會有一段 還有四一回來 就公佈數據 是的 那 其實 反過來我覺得 可以看今個月 因為上個月 好像好一點 其實好的 上個月好一點 數據 那會不會連續兩個月 都好一點 是嗎 回穩一點 這個對於他來說 那個意義挺大的 是的 如果不是 反過來 原來一個月好 然後上個月又衰過 之後 那股價就不可以了 是的 你先看看數據 再多看一次 是的 好